被沿路追打的女子原本想跳上朋友的车 但都还来不及开车门 就被对方拿棍棒当街痛殴 最后还被抢压上车 朋友募集全程 14号清晨7点多 被害人搭朋友的车到新北去新店找朋友 没想到被一路尾随 还被当街殴打压走 嫌犯还顾不移政换租赁车 再重回新店囚禁被害人 一度还换地点 就是想甩掉警方的追气 不过警方可不是省油的灯 六个小时之内就锁定地点攻坚救人 前男友落网之后公称 双方在交往期间 女方陆续拿了三十多万元 半个月前分手之后 对方完全断了联系 才会尾随要求他还钱 但被害人认为拿的应该是九万元 金额落差太大才不予理会 没想到竟然被殴打 强压还软禁 造成头部撕裂伤 牙齿断裂 脸部也有挫伤 幸好警方启动 宁龙系统 以车追人 拼凑路线 六个小时之内救到人 将嫌犯依杀人未遂 妨害妨害自由和伤害罪送办 还是新闻 红包华林志传 新北市报道 晚节九点 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